自信又霸气的女明星能有多美呢 韩国娱乐圈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造型打工厂 脸大好看的 身材瘦的 腿长的 皮肤白的等等 不无计其数 但是有一个女爱豆五官不立体 皮肤不白 腿不长 最关键的是海胖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女爱豆 却在韩国娱乐圈掀起了新的审美浪潮 她就是华莎 华莎是韩国大师组合 慢慢某中的艺人 她长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 直白一点 就是不符合韩国的审美 出道时便饱受嘲讽 但是华莎一点都不care 在2018年妈妈舞台上的一身红衣 可谓是人们尊重见识到华莎的致命魅力 性感但又充满力量的舞蹈 魅惑但有霸气的嗓音 浑身上下散发着面自信 让台下的嘉宾们享受了一场视觉盛宴 就是那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让华莎的这个名字 开始被更多的人知晓 霸气的人做事如同她的性格一样 从不拖泥带水 2019年 华莎以自己的恋情为主题 推出单曲 她爱她 2020继续接力推出单曲 Mera 歌曲一发表 就荣登多个音乐榜单榜首 皮囊从来都不是自信的来源 强大的内心才是她的宿主 重视因为华莎的强大自信 让她在德意韩国娱乐圈 占有一席地位 说到霸气 就不得不提起到Kara道 谁也不可能想到一个舞女 居然可以成为现在美国乃至世界嘻哈圈的 只手可热的星星 卡姐火了起来 攒黑粉就多了 但是卡姐可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花瓶 她拿起自己的武器 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击 在一次访谈节目中 卡姐无意中 抽到观众席中 又曾经嘲笑过自己的大妈 立马碰到 曾经的你看我跳舞 现在的你不仅捧着手机听我唱歌 还得安静地坐在台下听我谈山论水 这就是你卡姐的霸气人兽 2020年 新冠疫情毫无征兆地突然爆发 一些国家采取了积极的防疫措施 一些国家很不幸地采取悲观措施 卡姐所在的漂亮国 就是悲观对待的代表 卡姐看到自己国家防疫措施 带来的恶果 开始在平台直播上 跑轰政府的不作为 并以中国作为比较 这个视频曾一度被 国内谋省新闻平台点名表扬 卡姐因此被中国吃瓜网友 送上入党积极分子的 熟语称号 是个善良的女王 当然是不接受 没有根据的分译 正是因为卡姐的霸气 才让她在纷扰嘈杂的嘻哈圈中 跃脱跃勇 霸气的女王能有多撒爽呢 再一次访谈节目中 拱力接受了杨兰的访问 这场访问霸气的拱皇 可频频让杨兰略感一丝丝尴尬 毕竟杨兰可也是资深记者 也是见过大场面的 杨兰问道对年龄有危机感吗 拱力霸气回答两个字 没有 干净利落 简单明了 在这个电影圈里 当一个女演员到了中年的时候 她能够担任的主演的这种角色的机会 相应的就会有减少 你为此会担心过吗 你对年龄有过危机感吗 没有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也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 演员其实是这个职业 是一个长情数 就像你可以到多少岁 你都可以主持这么 这么优秀的节目 这么好的节目 你不会去担心说 我以后 年纪大了 我主持不了了 或者我 我做不了这个事了 其实我觉得演员是 如果你是个好演员 你的生活和你的工作 能够分配的很好的话 我觉得它是一个长情数 他没有退休这一书 只有你自己不愿做这一书 拱力的话里的前台词是 你觉得有实力的人 需要在乎年龄吗 就像你会在乎 因为你的年龄大 就不能主持好的访谈节目了吗 拱黄这脚科数字的回答 值得大家学校 拱黄的霸气 不仅在于实力在线 更在于立场问题 2018年 时隔四年之久 拱黄再次踏上金马奖的红毯 并担任评委一职 本来是开开心心的去颁奖 但是恶心的人 却总是喜欢在重要的场合上 露出恶心的嘴脸 由拱黄颁发奖项的获得者 在典礼上 大言不惭地发表 这态度言论 拱力当时立马就 眼放狠逛 黑一下脸来 此后 无论颁奖嘉宾李安如何邀请 拱黄文词不动 只留下一个王之蔑视 让你慢慢体会 盲目的自信 会让你小跳梁 小丑似的 引入发笑 只有有实力的加码 才会让你的自信 散发着霸气的光芒 拱黄的霸气 从不是盲目的 而是因为有实力的撑腰 才让它可以在任何场合上 都可以霸气回击